林口福伦社和新北市议员蔡淑君服务处进行合作 16号当天在林口运动公园举办捐血和反莱猪联署活动 为了保卫国人以及下一代的健康 大伙都很自发性前来联署 建议中央政府赶快收回行政命令保护市民健康 林口福伦社与市议员蔡淑君服务处合作 在林口运动公园举办捐血及反莱猪联署活动 林口福伦社长谢国瑞表示 疫情加上寒冬各地血库拉警报 今年特别号召六台捐血车 期盼民众捐血量能超过1500袋血包 以缓解捐血中心血库匮乏的问题 今年的血库因为又有COVID-19的一个肆虐 所以说今年血荒特别严重 那我们这次也六台车 希望能帮捐血中心来的一个相得益彰的一个效果 对那今年我们林口福伦社也提供了相当多的一个奖品 今天呢熟君阿姨跟我们福伦社呢一起 林口福伦社一起来办理捐血的活动 那当然也要利用这样的好天气好地方 也来办反莱猪哦 为感谢民众的捐血热情 林口福伦社还准备了精美小礼品 要送给前来捐血的民众 另外一旁的反莱猪联署活动也有不少民众参与 大家对猪肉含莱克多巴安心里有疑虑 为了保卫国人以及下一代的健康 大家都很自发性的前来联署 不保护人民的健康安全不好 所以一定要来反莱猪一下 自己上一代下一代上下三个阶段都要保护到 那因为身为地方妈妈的熟君阿姨呢 很希望呢透过这样的联署方式 让政府知道我们的心声 那也很感谢每位民众呢一大早就来排队 不管是来捐血或是来写联署书 熟君阿姨都是充满了感激 市议员蔡淑君表示自己也身为人母 希望透过联署表达基层民意 对于莱猪很反弹 建议中央政府赶快收回行政命令 以合乎民心 记者胡萱领口采访报道